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有大批的华人为了生计,为了更好的生活,飘洋过海,下南洋 在这一段下南洋的大时代里,不少华人能力出众,刻苦耐劳 透过多年的奴隶,几代人的积累,汇聚了一大笔财富 财富的形式,可以是股权,可以是生意,可以是房产,也可以是地皮,油中巴,橡胶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膨胀的效应,这些财富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追求的 除了我们这一代人认识的国贺年,李生进,林武统等等前辈 在这之前也有不少华人透过努力,建立起了自己的财富帝国 他们在国家独立之前就已经挤身顶级富豪行列 不仅对国家经济,教育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对华瑟的付出也是不可抹灭的 今天华人百科就带大家来认识马来西亚六大欧曼尼家族 看看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前,财富是如何被积累传承下来的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第一位给大家介绍的是最近比较著名的陆佑家族 陆佑本姓黄,出生之后家人相继离世 一位地主陆显就收留他为长工,从此改姓陆 17岁的陆佑以契约劳工的身份来到新加坡,在一家细矿厂当矿工 三年之后,陆佑便恢复了自由生 就到了一家烟酒庄,当起了三年的伙计,存了一点钱 之后就开始开设了自己的姓龙号杂货店 后来听说马来亚发现了丰富的矿产 于是在1872年,陆佑把杂货店委托给可靠的伙伴管理 自己就到了马来亚和朋友开矿,但矿厂在一场帮会的斗争当中被人摧毁 后来他又从事酝酿生意赚了第一桶金 陆佑再次和朋友开办新系矿厂,后来成为了系矿大王 陆佑大面积而且多元化种植橡胶,咖啡,胡椒,椰子等等农作物 也让他成为了橡胶大王 马来半岛第一家华资银行,广义银行,其实就是陆佑所创办的 当时陆佑还承包了马来西亚地区的主要税捐 如赌税、淹税、酒税等等获得巨额的利润 作为马来亚最大的地主之一兼吉仁波电机人之一 陆佑配合当时的政府对土地的开放政策 大量购置土地、建筑、民宅商店、供应电流、设立学校 1894年陆佑和叶关胜等人创办维多利亚苏院 1904年成立了中华商务局,就是之后改名的雪兰儿中华商位 就是今天的雪隆华人工商总会的前生 陆佑还出资创办了尊孔学堂 也就是今天著名的尊孔中学创办人之一 同时也是吉仁波工程学校的创办人之一 甚至还捐了巨资建造吉仁波中华大会堂 1917年陆佑更是成为了地位被封为太平局生的华人领袖 直到陆佑离开时,遗产多达两千多万元 这笔钱在一百多年前可以说是非常夸张的 陆佑去世之后,儿子陆孕涛职长还开创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陆孕涛也被尊为一代英王 1964年,陆孕涛和公司高管所乘坐的飞机失事全部遇难 后来儿子陆孕怀与孙子陆荣康都曾经担任过吉仁波昆城中学董事长 最近在Pavilion前面的客家饭馆地段被卖 卖家其实也是陆佑的后代 第二位给大家介绍的是陈秀莲 陈秀莲是马来亚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 他16岁到马来亚发展初期在太平当财系工 他是吉仁波的纪善堂、统善医院、尊孔学校的发起人之一 陈秀莲于1880年随着陆佑到吉仁波寻求新的发展 投资创办了龙信矽矿公司 并且采用了蒸汽机等先进的设备采矿技术 那些先进设备需要从英国运来 运输所需要的时长影响了采矿的进展 所以陈秀莲就开办了第一家华侨铁厂 美丽铁厂 铁厂的新龙带动了吉仁波机械行业的发展 英政府就将铁厂附近的大片土地 开辟为机械工业区 陈秀莲也被尊称为吉仁波华人铁厂之父 后来陈秀莲联合当地的富商陈春和陈欣喜 信建了吉仁波城市书院 但陈春和陈欣喜在信建期间相继去世 陈秀莲当时生意实力工程一度中断 后来是由矿业家陈在田父子筹建 于1906年建成 对于当时马来亚华人教育的推广 陈秀莲和陈佑一同发起了尊孔学校的创立 他也协助当时的甲币丹夜观圣成立的陪善堂 转型成为同善医院 帮助许多贫穷的病人治病 陈秀莲是雪兰儿中华总商会第一任会长 也被英殖民政府委任她为雪兰儿第一位州议员 也在1918年受封为太平局生 为纪念她的攻击 英政府将吉仁波其中一条主要道路 命名为陈秀莲路 第三 夜观圣家族 夜观圣是吉仁波第五任 也是最后一任贾币丹 18岁的夜观圣就随着随客来到了马来半岛 出席了他在芙蓉一家系矿场做矿工 他将所得积蓄除了偿还随客颠覆旅费之外 还将剩余的钱作为资本开始做起了小生意 后来获得夜志英的赏识和提携 于1887年随着夜志英到吉仁波发展 并且协助夜来开发吉仁波 夜观圣在吉仁波经营矿业 是当时选俄州内最大的矿主之一 夜志英离世之后 夜观圣就成为了吉仁波第五任贾币丹 19世纪末 吉仁波第一次进行城市重建计划 要将市区的雅达屋改成砖瓦屋 眼光瑞丽的夜观圣就赤资在15杯开设砖摇 大量供应砖瓦 这就是15杯Brickfuse的明智由来 夜观圣也日新于慈善事业 他曾经捐了巨资来创建陪善堂 也就是现在的同善医院 另外夜观圣也是吉仁波维多利亚苏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为了谋求同乡福利 夜观圣也独自创立了车西会馆 夜观圣理事之后 人们又建立了一座三叶庙 三叶即是叶雅来 也只因夜观圣来纪念他们的攻击 而马来西亚政府为了纪念夜观圣的贡献 在吉仁波分别以他和他的店铺的名字为街道命名 分别是夜观圣路 和新旧记录 第四 郑景贵家族 郑景贵是开不太平的最主要锡框家 海山派老大 早年因为父亲要讨生活便资深来到马来亚牧生 但是很久都没有音讯 1841年 郑景贵就奉母亲的命令下南洋寻找父亲 郑景贵在霹雳州找到父亲之后 就开始协助父亲 经营生意 生意越来越好 1861年 年仅40岁的他就已经挤身富商行列 他扩展矿业成功 带动了当地百业的兴旺 丁盛时机甚至将实业发展到了香港 英国 美国和加拿大等地 为了改善华侨的处境 除了倡议在各州创办华侨学校 郑景贵也倡导建立以维护华侨权益 团结海外华侨为宗旨的马来亚征农会馆 引导华侨开发矿业推动当地经济 在1877年被霹雳苏丹任命为霹雳州甲壁丹 郑景贵于1898年李氏享年78岁 兵城共有两条街道是以郑景贵的名字来命名的 一个是亚贵街 另一条是景贵街 而指郑大平继承副业采用现代化的系统 并且聘请了欧际工程师来监督矿工 1921年获得霹雳苏丹赤丰为甲壁丹 是霹雳州最后一位加币丹 他为霹雳州的锡矿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太平和怡保都有正太平路 第五 敦里孝氏 敦里孝氏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裔商人和华裔政治家 马来亚联合邦第一任财政部长 也是马华工会和马来西亚联合创办人之一 从旷业起家的敦里孝氏 在25岁时便从香港过阳来到马来亚定居 协助父亲经营细矿业务 敦里孝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英国剑桥大学 获得了经济法律两科硕士学士 之后因为能力非凡 加上能够说得一口流利英语和粤语 敦里孝氏迅速地被拥戴成为社区领袖 在1929年 他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委认为卫生局委员 第二年再次出任为吉伦坡卫生局局长 1936年他发起成立雪兰儿中华总商会 同年也被评选为马来亚中华总商会会长 二战之后他向英政府提议成立 华人矿物复兴贷款委员会贷款给华人矿家 让他们能在战后宣处恢复 1949年 马华工会总会成立 李孝氏被选举为总会副会长 在后来的重政几十年里 帮助华人争取公民权 还参与了独立之路的宣言起草 敦里孝氏在1956年成为唯一的华人代表 与东瓜杜拉曼为首的代表团 一起前往英国谈判 而且成功争取到了马来亚独立 后来还参与了马来亚独立的签制仪式 在宣布独立之后 李孝氏就出任了马来亚首任财政部长 在卸任之后 他也成立了信业银行 并且在短短十年时间 一跃成为马来西亚第四大银行 资产达到数亿美元 同时 他也创办了经营至今的 马来西亚中文主流报社中国报 为了纪念与表扬他的贡献 吉隆坡有一条以他名字为命名的街道 敦里孝氏路 第六 张碧氏家族 张碧氏也叫张正勋 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侨领袖 张碧氏十多岁时就一个人下南洋谋生 先从印尼雅加达米店开始做起 先后在苏门达拉佐华岛创办了肯治公司 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印尼雅加达雅齐等地方开办了远洋轮船公司 并且在新加坡雅加达香港和广州开始要行 从19世纪开始 张碧氏经营的企业就风生水起 涉及印尼 马来西亚许多重要的行业 构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张碧氏被任命为大清驻马来亚 槟城首任副领事 后来又跃升为驻新加坡总领事 他同时也是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生产的先须 张玉葡萄酒的创始人 这个工厂生产的上等葡萄酒被列为中国名酒之一 他当时号称是南洋首富 据说资产可以高达八千万两百银 而那时候清朝国库年收入也才七千多万两 可以说是真正的富可敌国 张碧氏一生日中于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 前后在新加坡 马来亚两地 相继信办了八所华文学校 槟城中华学校的创始人就是张碧氏 在影片的最后 这些传奇华人富商 你还认识哪位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和我们分享 这里是华人百科一个关于华人和经济的频道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探索更多 并埋没的华人故事 记得订阅我们 也订阅按赞和留言分享 是我们做下去最大动力 我们下星期再见